五铁栏烂根的高发期 那么当我们的五铁栏烂根了 怎么处理呢 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它托盘下来 然后准备好杀菌药 二米零或者是多菌零 或者是戴上满芯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二米零 它的效果会相对明显一点 而且它是一种类似型的 我们使用之后 不容易继续的出现浮烂 然后接下来 把烂根的位置给它剪掉 统统给它剪掉烂根部分 剪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入到 这个二米零溶液当中 给它浸泡15分钟 最好呢 再给它清洗一下 这样的话呢 这个效果会更好 全部将它放到里面去浸泡 包括叶片 浸泡15分钟之后 我们将它捞出来 然后把它晾干 就可以准备好新的资料 给它上盘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很好的回复 如果说这些步骤 大家不做好的话 那么我们处理完了 也是白处理 好了 下期见